观众朋友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介绍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新星 他就是16岁的江苏队选手陈元宇 陈元宇2005年出生于浙江金华 他在2015年被王浩向众 推荐给了当时的江苏队总教练陈启 陈元宇也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专业队训练 这场比赛是今年全运会的团体小组赛 由江苏队对着黑龙江队 陈元宇这场比赛的对手是老将王博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6岁的陈元宇有哪些过人之处 能让他在同龄人当中脱颖而出 喜欢观看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加个关注 陈元宇今天的对手王博真的也是不简单 六年龄他已经是陈元宇的两倍以上了 今年34岁的王博也曾经拥有奥运会的比赛经历 在伦敦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他也是代表土耳其队 最终也是败给了张继科 我们看到这个开局小将陈元宇确实是出生牛途不怕虎 王博他的身材虽然是比较高 但是他的这个还原还是很快的 我们看一下 王博拉起来小球漂亮 陈元宇他的这个摆速很快 这版王博的这版阵手发力是他的一个优势 但是陈元宇他的这个阵反手都非常的均衡 在同龄人当中他的力量也还不错 反手甩住好球 王博拉起来 这球直接匹到王博一个阵手大脚 好球 两人形成相识 王博打了一板空当 好球啊 这板挑打 非常有灵性 小将确实非常有灵性 这个球形成多拍回合 好球 双方打平 第一局就打得非常的激烈 新天相识 陈元宇发力漂亮 陈元宇的这个身材也是属于瘦高的这种类型 与跟他同龄的临时洞还是有一些差别 陈元宇他的这个手腕用的确实是非常的好 摆一把有点高 这个球王博没有攻漂亮 陈元宇一把暴冲 得分了 摆住 陈元宇先一下第一局 第二局王博是取得了优势8比6 好球陈元宇也是压住 两个人新生中台 陈元宇压前面 王博这是王博的优势 中台发力漂亮 又给一板空当 漂亮漂亮 双方都是极力的去这个把动作变小 但是把质量都提上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双方的稳定性了 漂亮 王博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扳回了一局 双方进入第三局 团体赛的第三局非常非常的重要 拉起来 陈元宇镇守 想发力被王博压住漂亮 王博确实是很有经验 这位选手确实是非常有经验 他也是在去年也战胜了取星 打起来我们动作很小 但是陈元宇还是使劲在提速 这个时候考验的是王博的体能 但是陈元宇的体能优势慢慢的发挥出来了好球 王博拧一板但是没有及时还原 这个球被陈元宇抓控当漂亮 战手开始上手了 这球等住了王博的球直接一板爆甩得分 王博失位了 好球 陈元宇打球也是很动脑子啊 他的这个反手也是用的非常的到位 压的手腕这一板压的非常好 我们看陈元宇一直在压王博的底线 想让王博进行大范围的跑动消耗他的体力 这个战术也是用的非常的好 员于是2019年就进入到了国家二队 目前还是在国家二队效力 但是我相信他很快就能进入到国家一队 这位小将确实非常有潜力 在对阵身经百战的老将王博的比赛当中 陈元宇也真的是展现出来了自己非常强的潜力 最终陈元宇也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